我們跟美麗灣開發公司是並列在法院上 他們兩個是一起上訴 來控告我們的原住民跟民間的朋友 那今天幸虧有戰順規律是幫忙打公民訴訟 然後打贏了三審定員 而且贏了兩個官司 兩個三審定員 到現在我們還是聽到我們中央政府說 是地方政府的事情 然後地方政府可以不顧利益迴避 可以為所欲迴 然後這個事情是這麼的清楚 實質違建 建造無效 這種東西 而且還被判完環民無效 他現在唯一可以讓他變正當 就是讓他環民有效 所以現在黃建平為什麼不肯纏 就是他還想方設吧 想要在他台東縣政府範圍裡面 這樣環民有效 然後呢 讓這個建築合法化 那事實上這個就等於我們整個國家 整個法律都破功了 就是一個 這個敗術兩制的一個建築 敗術兩制 而且 公共安全上有問題的這麼大的建築 事實上他蓋好了之後 整個政府配合他 就是把劍射了以後開始畫法 想辦法讓那個劍鄭重宏心 就是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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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